提起世界之序,不少都與阿聯遊的敵敗有關 世界第一高樓,哈利法塔 世界第一大商場,敵敗救命中心 還有世界第一大人工島,世界第一間七星級酒店,世界第一大賞框 發現石油後一夜報復,敵敗由沙漠小魚村變成世界旅遊貿易金融中心 有錢就是任性,敵敗不做第二,只做第一 這個敵敗國際汽車展,規模也是中東第一 遍地名車,這就是敵敗街頭的縮影 這架珍藏版 那架特別版 還有阿聯遊國產 車展的車,不單是汽車的車,還是車華的車 非一般車展,非一般貴 這架折合港幣六百多萬 這架近九百萬港元 這架法國超級跑車全場最貴,下約港幣2500萬 這個價錢已經是打了四折的車展價 哇! 看來這麼近,其實那麼遠 大會說全場名車折合總值超過10億港元 對我們來說都是個體字 因為這個車展的目標顧客是中東豪客 這裡的人都負擔得起貴價車 很多富豪都來選豪華SUV大馬力的車 和名貴房車 富豪出手,絕不守遠 你有多少預算? 預算? 我沒有限制自己花多少錢的 買車就好像買菜 你剛剛買了一架車? 是啊 現在準備買第二架? 是啊 你買了多少錢? 給了四十萬迪拉姆 現金? 是啊 是啊 走運整個車展 唯一有能力光顧的車 可能只有這架車 買不起,試一下坐也好 Superman in Supercar 我喜歡Supercar 對於我們這些對車沒有什麼概念的人來說 不認識的車就是靚車 或者你會覺得很浮誇 但阿聯遊 車除了是代步交通工具 還有另一種意義 是一種象徵 象徵生活品味 我坐在林寶堅里上面會自信很多 為了自信 他們還會幫車美容 最喜歡就是洗車 不過沙漠地帶經常有沙塵布 那頭洗完 那頭又髒了 豈不是白洗? 其實都是為了炫耀自己的車 他們會希望車看上去 什麼時候都是這麼乾淨 這麼閃亮亮 普通狐狸好像車身打納 鐵保護膜或者隔煙膜 成為折合港幣五千元 超跑狐狸更加高達六萬港幣 但迪拜車主不介意花這些錢 個個都會疼自己的車 寶貝來的 他們的寶貝點子一個 你有多少架車? 屋企入面? 三大 三架 三架 即是這架是第四架 我希望是 要同時照顧這麼多的寶貝 你間公司或者幫到手 可以24小時上門入油 對於油多過一架車的人來說 就很有用 假設他們有三架車的話 他們就要逐一開架車去油站 但你現在不用這樣做 我們會上門幫你加油 不過有人說 在阿聯酋 要分辨一個人是不是真富豪 不是看他開什麼車 或者有多少架車 而是看他的車牌號碼 阿聯酋普通車牌 多數由五位數字組成 車牌位數越少 或者特殊年號的 就越貴 單位數車牌更加是身份象徵 以迪拜為例 一號車牌就是油獎擁有 這車牌都挺特別 這個還有單位數 之前阿聯酋 有五號車牌的拍賣價 去到五千萬港幣 這個二號車牌 沒有過億都應該有過千萬 車牌比車還貴 他是二二二二二號車牌主人 車牌很貴的 是啊 多少錢 不記得了 我都不記得多少錢 買貴的東西都不記價錢 可能他就是真富豪 不過在迪拜擁有名車 並不是富豪的專利 別看笑這幾架超級跑車 他們是迪拜警車 名副其實的超級警車 一架已經不便宜 迪拜警方還要有14架 大部分都是限量版 連警員都愛不惜手 我們很喜歡這些車的 簡直每天愛他多一些 其中這架法國超跑警車 折合大約二千萬港幣 聲稱是全球最貴警車 它也是全球最快 時速高達每小時407公里 破現歷史世界紀錄 超級跑車都不夠 他們還要飛天 這架四軸螺旋飛天警車 大約一百二十萬港元 最高時速大約九十六公里 重電後每次可以飛大約十到二十五分鐘 這架飛天警車緊急情況下才會出動 我們要成為世界第一 不是 我們就是世界第一 我們就是世界第一 這是沙還是塵呢 是塵塵 警方說用價值連乘的超跑做警車 是為了懸負 亦不是為了更快追截飛車黨 這些超級跑車是給旅遊警察用的 主要在迪拜的旅遊景點到巡邏 市民遊客一見到那些靚車 很容易就消除了和警方的隔膜 亦都樂意找我們拍照或者問事 是不是有效? 看這裏就知道 超級跑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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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旅遊警察 是旅遊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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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這些景點 還是這些景點 作為阿聯遊中發展最快的遊長國 迪拜的一切幾乎都是用錢 對出來 杜拜是以前是一個沙漠國家 它什麼都沒有 所以在迪拜用於建築的每一粒沙子 每一塊石頭 它都是進口而來的 真的是用錢堆起來的國家 好像小吴來迪拜做事的外籍人士 佔了這裏總人口八成半 但他說有錢的幾乎都是本地人 有錢人很多 本地人都是福利待遇 然後他們的工資都比較高 所以他們可能追求的就是比較奢華的 就是土豪嘛 這個地方被稱為土豪國家 為了解本地人的出行方式 我們專程探訪這位迪拜土豪 本土的富豪 我們笑他土豪 他又笑我們安慕 今天是土豪遇上安慕 一入閘已經放了過千萬港幣在門外 這部是我上班去開會會用的車 那部是我太太的車 還有這部紅色的是我平時開開的那一格 那邊的大車就是我的子女上學用的 一場來到 他邀請我們遊車吧 他不單止跟我們有距離 他跟公共交通的距離更大 巴士?我沒有坐過 地鐵我坐過十次左右 或者你會覺得他很離地 但原來不單止他是這樣 很多迪拜普通人都寧願開車 都不坐公共交通工具 那怎樣提升地鐵和巴士的吸引力呢? 下次回來看看土豪政府出什麼殺手選 應該是銀紙的味 要保護你的臉 我會不會讓他更加強烈的 你還會不會讓他更加強烈的 你還會不會讓他更加強烈的